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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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Michelle 講開一段故事 這個其實有意思的 今天講的造語就是 玫瑰上高樓 又或者是有錢上高樓 沒有錢地下蹲 這兩句俗語 其實都是關於茶樓飲茶 而且香港和廣州一帶 都是喜歡去飲茶 這個也是成為習俗的一種 玫瑰上高樓 無論米和百貨多貴 都要去茶樓飲茶 一中兩件 窮風流我快活 很厲害 足以見到廣東人 喜歡去茶樓飲茶的程度 簡直很狂 其實 什麼叫做 上高樓呢 各位族有 不要看錯 不是上青樓 其實不是上青樓飲花酒 上高樓有關茶樓的 收費標準和檔次 好像你們經常聽到的 就叫做樓上雅座 這樣說 舊時茶樓有分樓上和樓下 樓下大廳和前舖 就是賣餅和被人喝茶 後舖就是廚房 所以地方很狹窄 有少窗口 而且還要承受廚房 不過 勝在夠便宜 所以 很多勞苦大眾 仍然可以負擔得來 樓上當然有 很多 雕線 擺位佈局 梳落 而且牆上 會掛字畫 還有很多 裝飾 讓商人談生意之用 而且又可以被人 忍著足棋 多麼捨義 另外 現在有更高級的茶樓 甚至會安排 唱大戲 或是藍音 去到餘賓 所以 上高樓 乃是身份的象徵 收費和服務費都 高人一等 階級分明 所以出了一句 有錢上高樓 沒有錢地下蹲 這句俗語 沙和食位 作詞 作詞 作曲 personas 除了 作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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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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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